第七百七十集 贝贝和徐三十现在的情况确实很不好 他们被包围了 包围他们的是一群魂导师 这些魂导师的个体实力都不算太强 最高级别的也就是五级左右 但是他们的数量却太多了 至少四十名魂导师组成了一个看似松散的包围圈 将贝贝和徐三十包围在其中 他们使用的魂导师大多都只是三级四级的 但却以速度和远程攻击为主 大片大片的速射炮 高爆弹不断朝着贝贝和徐三十狂轰乱炸 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魂导师的数量达到一定优势后 战斗力是会产生质的飞跃的 这些魂导师就是如此 他们都来自于日月帝国的魂导师军团 平时在一起训练的早已十分默契 使用的魂导器都只是消耗魂力 并不怎么消耗资源的纯粹魂力魂导器 如果贝贝和徐三十都是最佳状态 那他们这十六个学院的绝对双胶配合 冲出去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在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导师军大赛上 两人都是身受重伤 虽说治疗及时 但也距离痊愈上远 在一系列的战斗之后 两人的伤势都有些发作 此时徐三十用自己的玄冥归甲动护着贝贝 几次尝试冲锋都被硬生生地打了回来 而且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团闪烁着红色光球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高空之中 那如同大眼睛一般的光球 很快就将视线锁定在了徐三十身上 恐惧之眼 哪怕并非魂导师 贝贝和徐三十也能认得出这东西是什么 在大赛上 何彩头就凭借这玩意儿 曾经给他们整个团队 制造了很多战胜强敌的机会 可是此时此刻 却是他们要承受着恐惧之眼的威力了 这种颠倒过来的滋味 可逐是是不怎么好受 贝贝 没想到我会和你一起死在这里 老子跟他们拼了 你待会儿 趁着我爆发的时候 赶快突围 跟男的说 我不能照顾他了 让他照顾好男人嫁了吧 徐三十一无反顾地 说道 放屁 就你那点本事 还想帮我逃跑 还是你赶快滚吧 凭借着你那乌龟壳 你逃走的几率要大得多 老子全力爆发 才更有爆发力 贝贝气急败坏地说道 面与绝境 他往日的儒雅 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你少废话 反正男的对我始终存有戒体 就在我死了 他也不会太伤心 你不一样 你还要去救小雅 没有你 小雅怎么办 赶快滚蛋 滚 恐惧之眼的充能就要完毕了 一边说着 徐三石用力地推了贝贝一把 可是 也就在这个时候 贝贝身上却亮起了 夺目的黄金色光彩 嘹亮的龙吟声响彻九天 正是光明圣龙发动的前兆 之前只能面对强敌 但因为自身伤势的原因 贝贝始终都没有动用过 黄金圣龙的能力 但在这个时候释放 显然是要拼命了 徐三石双眼通红地 瞪视着贝贝 贝贝的目光却变得平和了 平日里的那份儒雅 从容重新回归 他面的微笑地看着徐三石 身上升腾起的金色雷电 开始渐渐变成光雾一般 向外扩散 方圆数十米范围内 已经变成了一片夺目的金色 一时间在这金光之中 电闪雷鸣 仿佛独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 而在贝贝身上 那黄金色的光泽 却如同火焰一般烧了起来 他这是在烧自己的生命力 来提升自身魂力的威能啊 光明圣龙的强大 足以令他在短时间内跃积战斗 而在以生命为代价的前提下 贝贝所能绽放出的战斗力 会更是无比恐怖 徐三石眼睛都红了 就要冲过去阻止他 但却被一股强劲的黄金色闪电 弹飞得远远的 贝贝面带微笑地向他挥了挥手 直指西边 又直指明都城内 然后又朝着他挥了挥手 徐三石和他认识了这么多年 怎么会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这是让自己赶快逃生 以后再去救小雅 徐三石突然扯着嗓子 瞪视着贝贝 歇斯底里的大喊道 贝贝 你个老玻璃 老子现在相信 你对老子是真爱了 贝贝的嘴角明显抽搐了一下 却是转过头不去理他 也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天空中 那红光闪烁的恐惧之眼 突然暗了一下 远处一声惨叫响起 一团血光冲天而起 那混合着红白色的血光死见 而空中的恐惧之眼晃了晃 居然就那么从空中坠落了下来 周围的气温 以惊人的速度急剧降低着 天空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开始飘起了鸽毛大雪 原本正常的气温 以难以形容的速度降低着 那些混倒师们 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身体就已经开始 被冻得有些发僵了 徐森时愣了愣 紧接着大喜过望 朝着贝贝大叫道 小师弟来了 是小师弟来了 老玻璃 你赶快收了你的神通 你要是他妈的赶死了 老子就跟着你下去 叉叉了你 饶舍平日里嬉笑怒骂中 性格却是极为坚强傲气的徐三石 此时也禁不住泪流满面 是的 霍玉号来了 此时的霍玉号 眼神冰冷地 犹如地狱魔王降临一般 眼眸之中 紫金色光芒 足足喷吐出持续有余 那完全是纯粹的精神波动啊 但却犹如实质一般 就像是从他眼中 喷吐着两柄紫金色利刃一般 这种状态下的霍玉号 绝对是可怕的 小雪女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背后 双手合适在胸前 食指无名指相对弯曲 摆出奇异的手印 恐怖的暴风雪 就是从他和他的身上而来的 没错 正是雪地三绝中的第三绝 地寒天 与霍玉号涌动之欲的结合 雪舞及冰欲 恐怖的暴风雪 在下一刻 已经肆虐全场 霍玉号硬生生地冲入场内 当贝贝点起自己的生命之火 开始全面燃烧光明送龙血统的时候 霍玉号就要疯掉了 对他来说 贝贝不只是大师兄 更是兄长 甚至是代替着父亲的角色呀 贝贝在他心中的地位 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的 眼看着大师兄竟然被逼迫致辞 霍玉号怎能不疯狂 刚才那飞剑而起的红白双色雪花 乃是一位七级昏倒式的脑僵 他也正是恐惧之眼的控制者 霍玉号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精神力 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他的存在 更是在自己的精神修为达到了有心无知的境界后 第一次全力爆发通过命运之眼施展了灵魂冲击 尽管七级昏倒式的个体战斗力和真正的七环魂胜相比 有着不小的差距精神力也要弱小一些 但那毕竟是七环呢 真正的七级 高级的存在 竟然就那么在霍玉号全力以赴的命运之眼灵魂冲击下 被直接爆头 雪无极兵欲降临 以浩冬之力为根本的释放 瞬间就让这恐怖的极致之兵领域 覆盖了直径三百米范围内的一切 那些散开的滚倒时 全都瞬间被暴风雪所淹没 霍玉号眼中紫金色光芒再次一闪 背本梦横一声 身体周围的金光突然变得散乱起来 身上烧着的金色火焰 也这才停止了烧 他自己却是眼睛一闭 直接软倒在地 生命之火开始燃烧之后 是自己无法停止的 霍玉号不得已知下 不得不把自己的这位大师兄 以及灵魂冲击 强行帮他结束生命之火的燃烧 以贝贝的修为 在刚才光明圣龙山烧的情况下 就算是来一名八魂魂斗罗 都无法冲进去帮他结束燃烧 唯有通过精神力 霍玉号才能完成 尽管这样会令贝贝受到重创 但最起码也能保得住命啊 霍玉号飞奔着冲到贝贝身边 他身边的王冬儿右手朝着贝贝身上虚暗 来自于魂魂的能力 黄金之火 瞬间席卷了贝贝的身体 暂时帮他将外界的旗帜之兵 起席阻隔掉 冻死我了 玉号 受不了了 徐三十的惨叫声从后面传来 霍玉号在看到贝贝保住了性命之后 也是大大的松了口气 赶忙解除领域 松开冬儿的手 冲过去浮住了不远处 也是摇摇欲坠的徐三十 虽然只是沐浴在 学武级兵域这么短暂的时间内 在身体状态极差的徐三十 却已是脸色一片铁青 尽管体内的极致之兵天地原力 一直困扰着霍玉号 但同样的 这极致之兵天地原力 也正在不断地将他的极致之兵的强大威能激发出来 再加上学女的不断进化 霍玉号虽然依旧是魂王 但实际战斗力却在不断增强 而学武级兵域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他的全方位无差别攻击 至少以霍玉号现在的实力 还不能有效地控制领域威能 他此时施展的是学武级兵域 而不是和王冬尔融合后的五魂融合计 是有神意的 一弯腰 霍玉号就将身材高大的徐三十 背在了自己背上 他现在心中也在暗暗清醒 幸好之前制作了这件人形昏倒戏 现在可算是派上大用场了 否则的话 自己不良于行 如何能救得了两位师兄啊 悲曲徐三十 霍玉号然后再回到贝贝身边 双手将他抱了起来 向王冬尔怒了怒嘴 道 我们走 叶古瑜此时也是全身打着寒颤 当他眼看着霍玉号 背后小学女出现 然后就产生了这恐怖领域之后 已经是彻底无语了 在他眼中霍玉号完全就是一个怪物 而且他风采 分明看到 霍玉号在施展这个领域的时候 身上的红黄光芒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竟然变成了一红似成金 他还是魂师吗 他还是人类吗 霍玉号这会儿 可顾不上去安慰叶古一脆弱的心灵 在王冬尔的守护下 转身就朝着西边跑去 模拟魂迹微能再现 扭曲了周围的光线 与身边的一切通话 快过来 你在干什么呢 霍玉号向叶古一吼道 这会儿 叶古一距离他距离较远 先前正在凭借他自己的神圣天使武魂魂力 对抗霍玉号散发出的血无疾病欲 他眼睁睁地看着霍玉号等人 就在自己眼前消失了 这会儿正瞪大了眼睛茫然失措 竟然是这样 他竟然还有群体隐身的能力 难怪刚才那些军队发现不了我们 难怪他要我进入他身体周围十米范围 在霍玉号精神力的引领下 叶古一赶忙回到他们之间 在另一个方向护着他 迅速朝着西边而去 而此时 天空中的侦察探测滚倒器 早已发现了地面上突然出现的巨变 一时间 刺耳的警报声迅速传开 受到身影在十几秒后就出现在了空中 日月帝国真正的强者终于来了 不过当他们看到下面地面上那一句句冰雕时 也不仅是脸色大变 虚无疾病欲在霍玉号联合了王东尔魂帝之力施展之后 已经完全达到了魂胜级别的层次 那可是魂胜级别的极致之兵啊 尤其是那些四五级的魂倒师所能抗衡的 所以他们全都在那极致的冰冻中失去了生命 就连他们身上魂倒器都已经被冻得布满冰霜 人呐 回首一名老者朝着身边 专门负责侦察魂倒器的魂胜文道 失踪了 刚才莫扎已经过来了 他好像是被什么特殊的力量抱了头 莫扎就是先前操控恐惧之眼的那位魂胜 而这位负责称扎魂倒器的魂倒师 也同样是魂胜级别 此时脸色有些难看 他和莫扎的实力在伯仲之间 莫扎挡不住 他也同样挡不住啊 若不是为首这位乃是八级魂倒师 恐怕他都不会在这里停留 假大探测 附加魂力探测 我就不信他们能逃出天去 一定是用了什么隐身能力 八级魂倒师 陈生说道